消灰消息來看到大都市裡頭 站有人丟土製炸彈 台北市中山區昨天晚上八點多 有一間酒店突然被人丟直爆裂物 過程中不只店家大門被炸壞 也波及到三名路人受傷 犯案後這個王姓男子自行投案 不過警方懷疑 如果只是單純的消費糾紛 怎麼會奮而丟土製炸彈呢 現在他們在猜案情不單純 背後可能跟幫派糾紛有關 因為事發的酒店 他是竹聯邦在維氏的 而上個星期有一名四海幫的成員 來鬧事被打 疑似心生不滿 這一回才找來了王姓通氣犯 丟直爆裂物 目前正在奎爾大追查中 雙手拿著爆裂物 穿著黑色上衣的男子 大喊要大家閃開 接著就丟出兩顆爆裂物 然後立刻跑離現場 沒多久現場就發出了 突然巨響 爆炸當下火花四射 有行車記錄器拍下 有媽媽還立刻肉身護住孩子 抱著孩子趕緊離開現場 就怕造成危險 但還是有三個人遭到了碎片波及受傷 男子犯案後快跑離開 但沒多久就去禁局偷案 剛剛有一個客人要進來消費 但是因為配合神秘 是沒有帶證件 所以我們門口跑車把他擋下來 他就暫時先離開 離開之後回來就直接拿兩顆東西 就直接朝門口丟了 但若只是單純的消費糾紛 怎麼會預先準備土製炸彈 警方懷疑案情並不單純 證明王敬嫌犯警方追查他有槍炮 彈藥前科被通緝中 而事發酒店的門面被炸得面目全非 出現不少凹凸不平的小洞 而這間酒店以四世竹聯邦為事 上週有四海邦的人酒醉鬧事被打 會不會是遭人叫說犯案 嫌犯失口否認 但只是消費糾紛 為何要預謀犯案 是否有黑道勢力介入 警方還要向上追查 華誌新聞 請你翁錢晃 台北報導